1,2,1,2,3,2,3 你的手 和你的我自告 只能复材的担当 时间大人 也无奈了 你们是否 独立的担当 你们是否 有的人生 想的负借是否 还不良 随我遇见你 温暖的担当 价格的温暖的担当 期望的失望 方式吹嘴 美食 生去的减狼 渺望的天 温暖的担当 是否 独立的担当 你见你 是否 有的人生 见你 温暖的担当 你见你 温暖的担当 你见你 温暖的担当 你是什么 独立的担当 你见你 温暖的担当 你见你 温暖的担当 你见你 温暖的担当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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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大家好 今天要为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最爱雨天这首歌 Keyboard手要做的工作 我想这首歌应该 大家会比较有方向一点点 因为至少到古进来之前 它的东西都蛮确定的 那应该就是非常容易 就可以听到它弹了一些什么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 基本的抓根能力 我相信在这个地方 就算你是要自己抓 自己用耳朵抓出来 可能都不是这么的困难 好那它前面的地方是 钢琴有一个确定的riff 你就照实的把它弹出来就好 所以前面它的riff是 这一段riff比较重要的 当然它后面还有一个b段是基于这个riff 去做的一点点改变 好那这一个riff在弹奏的时候 可能有几个小技巧 你可以注意一下 它的左手跟右手的音色的balance 如果你可以稍稍控制一下的话 在整个vocal进来 或者是其他乐器进来的时候 可能不会这么的突兀 譬如说它的低音 然后跟它的右手 因为它算是一个12-8的节奏 也就是 1-2-3-2-2-3-3-2-3-4-2-3 那个老一辈的江湖 俗称叫slow rock 那现在应该比较少人这样讲 还是有啦 总之它就是一个 有一点像三连音的这种概念 但不论如何 像我自己的习惯 我喜欢数1-2-3-4 也就是说 我的12-34的正拍上面是左手 那左手的靠下去的这一颗 可能就要确定一点点 然后你尽量维持它音色的一个统一 因为它总共有四个和弦 那在安排的时候 指法或者是弹奏的力道 你可能就要稍微的依照 你自己的习惯安排一下 或者是你可以参考我的弹法 我习惯所使用的指法 那因为刚好今天我示范的琴 是用半配重的 就是比较轻的这种合成器的键盘 并不是电钢琴或者是重触键 那这也会影响到我使用的指法 那因为刚好我也想说 大家可能比较有机会用到的keyboard 都是这种很轻的半触键的 那你就可以参考 我在半触键的琴上面所使用的指法 那看你习不习惯这样的弹法 好那当然踏板在这边也是必要的 那踏板的原则就是你在换chord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换 然后踏板是帮助你把不同的chord 不同的riff之间去做一个连接 所以我个人换的时机是比较希望是可以让这个声音在同一个chord里面又既有延续但是又不要太浑浊 那我自己的习惯会像这样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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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 但我大概都是第一拍一定会换嘛 因为第一拍你换了和弦之后一定要换 那 在一小节中间的时候 我要怎么换呢 我有时候会在第三拍 有的时候会在第四拍 那通常我都还是以我的耳朵去判断说 我现在这个和弦会不会太浑浊 所以可以给大家一个练习的方向 好 那除了A段跟B段是比较明显的piano riff以外 你进到了副歌 就是追哀于天那边 因为鼓进来了 所以其实钢琴就听不太到 那听不太到的时候 我个人习惯的方式也是一样 跟着那个节奏去压和弦 而且那个和弦是有一点点节奏的流动 那我刚刚弹的内容比较像是这样子 扣弹错播没关系 那个节奏是这个意思啦 这个节奏我使用的标准 判断的标准就是我会跟着vocal的情绪 跟着vocal的句子去做一点设计 比如说vocal是唱 追哀于天 我就会跟着他唱的句子去设计我要怎么弹 但是大致上当然还是跟着鼓跟着bass 他既有的一个节奏去出发 所以如果你还不太有方向的话 你也可以再回到刚刚playthrough的影片 去看一下我在这边所使用的节奏设计 尽量都不要是太复杂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如果吉他已经刷很满了 那我当然就不会是每一拍都弹 这样太满可能会蛮弩小的 所以我个人在设计节奏的时候 绝对会第一个依据还是vocal 那再来才会是吉他 那你说鼓跟bass呢 那是本来我在抓和弦的时候 我就会先熟悉一下鼓跟bass的律动 那主要去安排弹多弹少 当然还是要以旋律类的乐器为主 尤其是像吉他跟vocal都已经比较确定了之下 那你尽量的要去把整个bass out配合在一个平衡上面 好那这一首歌我一样使用两个音色 分别是钢琴 跟一个弦乐 我这边使用的弦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它就是一个听起来 听得出是弦乐的声音 但是我没有使用太多的效果器 所以我就使用一个预设的弦乐的音色 因为它主要弦乐比较重要的地方 应该是在那个尖奏 那个尖奏它就有riff 好这一段的riff 当然你可以自己抓 你也可以回到playthrough去参考我的弹法 我刚弹完之后发现我跟它没有百分之百一样啦 好那其实你在抓的时候 你要把一些重点的音 重点的riff跟节奏抓出来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那在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技巧是 我在尖奏跟尖奏之后 我全部都是使用弦乐的音色 那为了要让整个声音的balance 尽量不要去调音量的状况之下 因为如果你一边弹一边要调音量 有可能调坏了对于PA 对外场跟对整个balance来说 都是负面的效应 所以当我今天没有特别设计 或是我没有先想好的时候 我是不会任意在弹奏的时候 去动这个音量 所以在不动音量的前提之下 如果我要让尖奏跟伴奏 也就是A段B段的弦乐伴奏 如果我要让它有一些区别的话 我使用的技巧是 我在尖奏的时候 我是双手弹奏一样的riff 像是这样 好那这样子的做法就会让整个旋律是比较厚实的 而且在尖奏的地方 大家都是干很大力 那吉他的code都帮你刷满了 所以我觉得不用刻意的左手还要去按一个和弦 因为这可能会是大部分的keyboard手 或者是弹钢琴的人会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左手没有按和弦的时候会很没有安全感 好那当然这个没有一定的对或者是错 但是以这首歌的配置 我就会比较建议你在尖奏的时候 你就放心的把双手都拿来演奏一样的东西 那一部分的原因是这样子 你也可以比较专心的去掌握这一段riff的一个律动 好你就可以利用你平常弹钢琴的技巧 去控制这些旋律的起伏啊 重音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我会建议你使用这样的方式 好那当然到2A 2B的时候 你如果去听音乐 你可能会听到一点点的弦乐的声音 那我就是把在音乐里面 比较明显的那几个melody line 就是那几个音 我把它弹出来 那偶尔在左手会点缀一点点的更音 所以像2A我弹的就是 好 类似这样的一个手法 我有一个melody 一个旋律延续在上面 那低音的部分 我就是偶尔去穿插一点点 因为毕竟在bass跟吉他 他都已经把这个和弦的部分 算是做得蛮完整的 好那当然到副歌 跟到最后面有一个多出来的那一段 C段 低段 在后面需要压比较满的时候 我就是使用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法 就是把音域拉开 然后让我的和弦压下去的时候 可以像是听到弦乐四重奏的感觉 当然我们没有做到那么难 可是你整个和弦稍微拉开一点点 应该比较容易让人家听起来 比较壮阔一点 或者是那个频率的分布会比较开 比较不会跟吉他一起挤在中间 所以你在副歌的时候 大概使用这样子类型的弹法 我一样注意的是 稍微把音域拉开 然后音不要弹太多 维持左手 我最多就是跟音 跟五度音跟八度音 有的时候我五度音可能会省略 或者是我在弹奏的时候 一边听整个band sound 我的左手自然的就会做出一些反应 比如说我听到声音有点糊 我可能五度音就会提早放开 像是这样 可能就会听到我刚刚这样子 1&&2&& 我在第一大拍的时候 我是左手按 更音五度音八度音 然后第二拍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可以少一点 我就把我的食指 就是五度音拿开 那这一招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它是一个头颈部的方式 你先尻一个比较多的和弦 然后你放掉一些音 然后你听起来就会觉得 它好像有一个line 之类的这样的做法 也许可以让你在副歌里面 有一点点变化 那为什么要有变化 就是为了让你的这个pad 存在感稍微高一点 因为当你声音有在流动的时候 大家比较容易听到 你到底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好所以以上这两个音色 跟不同的段落 我简单的做一个讲解 最后我再补充一个 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问题 就是以这一首歌 一开始的riff为例 你就会听到 第一个和弦的riff没有问题 但第二个 它的A是弹在比较低的这个A 当然你在keyboard上面 可以去移高八度 或移低八度 但在这一次的试办里面 我没有选择这样子的操作 原因是因为 并不是每一台keyboard 都很容易可以找到 这个transpose的按键 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要弹奏弦乐的话 我还是会需要一些 比较高的音域 那我是使用稍微 微调一下它的八度 来克服这个问题 比如说那个A 我就把它移高八度来弹 变成 好然后这个E 本来就在这里 但是那个B 本来音乐 CD里面音乐是在更低的音域 那我想 我就使用稍微的微调一下 弹出来 你跟大家配合起来 只要声音不会太奇怪 我就觉得就不用特别去在意这个问题 当然如果你很讲究的话 你也可以在不同的段落去操作 不同的transpose 但是以整个band sound合作来说 我觉得这个的影响层面并没有那么大 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先到这里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